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本期的卡其手 我是你们的朋友 这个是不是很严熟呢 它叫做懂男喜贝 是我们80后90后都玩过的童年玩具 可是现在已经是00后 不对是10后的年代了 他们现在玩的跟我们那时候比起来 简直就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个海外非常畅销的点子玩具 分享给大家 看看现在的小孩子们玩的东西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外包装很现代嘛 这款玩具叫做Sphere 2.0 是一个只能控制的玩具球 可能很多人已经了结过它了哈 早在12年CES的时候 它的鱼带已经免食了 然而第二年它的耳带又出来了 因为拥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新玩法 小孩包括很多科技爱好者都非常的喜欢 具体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吗 我们来试一下啊 玩之前嘛 首先要做一个矫正 红锅挑着蓝色广标 对着自己就好了 诶 好了哈 那这个呢可以滚动 也可以变化各种不一样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炫酷 还有嘛 还能做一些APP雨舌的动作 例如跳舞 控制起来不是特别的容易 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而且过程中呢要反复矫准 不然方向就会有些不准 我们来试一下它官网推荐的AR游戏 诶 这是啥 您要的产品目前在中国商店不提供 你实在多吗 诶 算了 算了 这些玩法都太没意思了 我们要来点新鲜的 池塘里水满了 雨也尽了 前边的细腻里 到处是你瞧 前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说你瞧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你瞧 小鸟的哥哥 带着他捉你瞧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你瞧 哦呦 这样子才有意思嘛 嘿嘿嘿嘿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玩法 这款玩具球还能充当很多游戏的外设 像我们熟悉的憤怒的小鸟 也可以通过它咬动这个小球 来控制小鸟球的起降 但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上层并没有 不过它的价格非常的美丽 不要三十千 不要一两千 不要九九八 哎呀 你看什么 哪些年我们没有手机 哪些年我们没有网络荣耀 哪些年我们没有这种搞可及的玩具 但是也许我们的童年比现在的孩子 多了一份胆纯的幸福 我们曾经玩的美心美肺 开心的就像一个两百斤的孩子 关注 点赞 转发 评论 投币 摸摸的